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这十二种福相就十分典型 一 鼻直耳厚 女性假如鼻子直挺而且没有结 而且耳朵还非常厚且有肉 则说明这种女人的福泽非常深厚 她们天生就有富婆命 而且这种女人不是出生好 就是嫁了个好人家 而且她们跟贫穷无缘 一辈子衣食无忧 虽然她们没有能力创一番事业 不过她们在爱情里绝对是占优势的 总是可以凭借自己的魅力吸引到有钱人 从此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而且还能管理家里面的财务大权 这不是富婆命是什么 二 眉毛丑密不散乱 眉毛太过丑密的人才气非常好 而且个人能力非常出众 眉毛凝聚力强而且理财能力非常强 眉毛太过散乱的人不仅不聚财 而且更加不会理财 总是不知道钱到底该如何花 也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 所以眉毛一定要顺 一般来说眉毛越顺的人代表着财气也越好 尤其是女性朋友 日子也会过得非常悠闲 她们的生活中有钱有房有车 最终还能成为富太太 所以遇到这种女子赶紧娶了吧 三 人中清晰深陷 女性的人中如果清晰深陷的话 则说明这种人的肾功能非常强 她们的心情温顺 这种面向的人还能养育非常有才智的后代 人中也有受糖的说法 一般来说 人中明晰的女人刚强 意志坚定 做事情非常有条理 并且在工作中有着非常好的运气 即使嫁给穷小子 还是影响不了她当上富婆的命 并且爱人也会跟她一起进步 生活越来越有钱 日子更是越来越好 四 额头不宽不宅且饱满 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和地位诠释 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长得不宽不宅 又风浓饱满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非常聪明能干 而且特别通情达理 做事很有分寸 懂得进退 很有气度和本事 在事业和生活中 人缘非常好 常有贵人相助 事业发展较高 能够成为人群中的佼佼者 而且望夫院很好 命中必定能加贵夫 成为丈夫的左膀右臂 给丈夫提供很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帮助 五 双拳高耸明亮 拳骨也为拳力之骨 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 拳领域和个人能力 如果一个女人的拳骨高耸而明亮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心胸开阔 做人做事非常大气 而且意志力坚定 上进心比较强 无论做什么都一定会坚持到底 处事果断 不喜欢拖泥带水 有着很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事业心也非常旺盛 在事业方面做得风生水起 能够获得不错的名望和地位 如果不是特别有本事的男人 根本驾驭不了 六 木成神清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 性情和意志力 是一个人的精气神之所在 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黑白分明 清澈有神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聪明 属于智慧型的女人 做事方面 实大体固大局 性情温和 做事稳重 考虑问题也比较细致 不会急躁行事 而且意志力坚韧 做事坚持 不喜欢半途而废 做事很有条理和规划 也很有自己的原则 特别有骨气 而且生性勤劳 能够把家里打理得紧紧有条 既能给丈夫提供很好的帮助 也能给孩子很好的教育 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的类型 颇受很多成功男性的喜欢 7.耳高于眉 耳朵为慎的外翘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 能力和福气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幼年运势 家境和心性 如果一个女人的耳朵上颜 高于眉毛尾部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智力非常高 欲是冷静而理性 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 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 而且天资较高 学习能力又非常强 再加上良好的沟通和交际能力 使得她们无论是在事业 还是在生活上 都能够如鱼得水 获取到不错的功名利路 在婚姻感情方面 也能遇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 八 下巴丰满有肉 下巴在项学中也称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的蓄材能力 管理能力和晚年运势 如果一个女人的下巴 长得丰满有肉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生性比较乐观 而且性格温和而宽厚 富有包容之心 待人处事方面稳重而大方 懂得为他人着想 做事认真负责 积极主动 也乐于帮助身边人 能够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 因此人际关系特别好 能够赢得周围人的信赖和尊重 事业发展平稳 蓄材能力较强 家庭和睦 晚年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九 眼大眉秀 眼为君 眉为尘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 毅力和视野 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 人际关系和健康 如果女人的眉毛 长得纹路清晰亮泽 整齐而宽展适中 眼睛明亮有神 眼珠黑白分明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财运极好 眼搭眉秀的女人 一般来说性格坚毅 做事坚持 遇到事情 不会轻易退缩和放弃 心胸宽广 头脑聪明 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和目标 尚进心比较强 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断努力 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十 耳后有诛 耳朵为甚至外翘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 祖音 健康和福气 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财富多寡 和社会地位的高低 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端正而厚大 高低适中 向后贴脑 色泽红润 且耳后有诛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智商较高 聪明明利 头脑非常理性 做事谨慎而稳重 善于规划和运筹 在家懂得尊重和照顾家人 在外有能力开拓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处事灵活 医生财运亨通 越来越富足 十一 手劲很足 从审美的角度来说 很多人都认为 女人手指先长 手掌绵软较好 但从相学的角度来分析 这种手掌的女人 大多给人一种若不禁风之感 依赖心较重 容易错失很多的机会 但如果女人手劲较大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意志坚定 做事坚持 任劲十足 工作能力非常强 遇到困难也是迎难而上 做事很有派头 很有领导才能和领袖气质 属于典型的女强人类型 事业方面往往能够取得不凡的成就 终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婆 十二 脖子略长 脖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权力 支配欲和进取心 如果女人脖子较长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刚强 处事很有手段 做事认真 干尽十足 有着很强的行动力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有野心和想法 不甘于平凡 也不甘于做家庭主妇 事业心非常旺盛 而且个性强势 做事总是力求完美 对自己 对他人 要求都非常高 特别适合经商或创业 赚钱能力极强 通过自己的努力 最终能有一番成就 身体发肤瘦之父母 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是有着很多的不同 如果你有以上这些项需特征 今生很容易大富大贵 若没有以上这些特征 也没关系 只要你自己足够努力 也能成为一个大富大贵的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